主料,鸡大腿350克,土豆1克,苦料,油,盐,鲜酱油,白糖,小洋葱1克,胡萝卜1克,姜,蒜2克,黑胡椒,料酒,咖喱粉8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鸡大腿洗净备用,多成坏后捉水备用,超过水的鸡块,土豆和胡萝卜切滚刀,姜和蒜切切, 小洋葱切块,咖喱粉,锅中倒油,开中火,油热后下入蒸,蒜和洋葱爆香,下入鸡块翻炒片刻,下入土豆和胡萝卜煸炒片刻后,倒入料酒,盐,鲜酱油和少许糖,翻炒鲜鱼后倒入清水,水量是食材的一半,盖上锅盖大火烧开转钟小火慢煮10分钟,8克咖喱粉里倒入10克鲜酱油调味,如果太干可, 可以加入适量清水调成胡萝即可,煮了10分钟后,倒入调好的咖喱酱汁,翻炒鱼后盖盖,开中大火熟汁,大约烧至5分钟,期间要时长白下锅,避免糊锅,汤汁收浓稠后发点黑胡椒粉,不喜欢的可以忽略炒鱼后几锅,盛出趁热吃味道最好,烹饪技巧, 在调制巴黎酱料时,酱油倒多了会太咸,所以要加点清水一起调配,巴黎加上黑胡椒不但可以提香还提高记忆力,土豆含淀粉较多,所以在煮的时候要是常翻动一下,以免糊锅,如果喜欢粉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